好那我先说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礼拜呢 王明景他们在跟我说 老师我们需要借用你的上课时间来跑图 那我就在想 干嘛要借上课时间 要就借整天啊 干嘛要借上课时间 因为上课时间我还是要上课啊 但是他们在后面跑图 还是不太方便 那各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借我的 上课时间来跑图吗 跑图需要很多时间 但是他为什么要借呢 他家的电脑不够吗 有很多对 然后呢 很大对 然后呢 一台不够 所以他才要需要借 所以他打算做什么呢 我刚跟西柱讲好了 从礼拜五的 中午十二点开始借他们 一直借到晚上七点半 好 让他们整间教室开下去跑 而且啊 这样子 总共呢 你算算看 我们有几台电脑 那就可以加速跑图的几倍时间 OK 那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借这个教室来跑图的原因了 了解吗 所以各位到期末 我猜各位应该不会那么复杂 因为各位所做的动画还没有像王明景他们现在做的那样的复杂 但是如果你想做好一点的 那今天呢 我们大概也可以讲到动画和跑图的这一段 所以请各位稍微看一下 好我们先看相机 相机在blender里面是一个物件 就跟一个立方体是一样的 所以他也可以旋转 也可以缩放 也可以平移 也可以调焦距 拉近拉远 那也可以 设定近平面和远平面的范围 可以锁定物体 让相机永远对着某个物体 这个用Ctrl T 这个做得到 好 那怎么样调整焦距呢 当你选相机这个物件的时候 你选编辑的这一个地方 就会发现它有一个Lens 那个就是焦距 你就可以让这个物件变大或变小 就是让相机的范围变大或变小 就跟你自己在用数位相机的时候 那种有伸缩镜头的那种数位相机是一样 好 那快速键呢 相机主要要用Ctrl T 加入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可以使相机锁定 你所要拍摄的物体 好 那相机自动对准物体 同时选取相机和你的目标物 然后接下来呢 按Ctrl T 它会说Make Track 那你就选这个Track 2 Constraint 然后呢 你的相机 在设定这个之后 它这里和这里之间会出现一条线 那那个就是 这条线就是它永远锁定那个物体 你把那个物体往旁边拉 那个相机的头会跟着转 好 那这是相机的部分 我们来示范一下 OK 在这里 哦 对了 示范各位看不到 所以 请看到前面了 那我一边操作 那我一边操作 各位一边看 我们先把 先把 这个相机 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 我们还 因为在这一个编辑模式 这个编辑的这个功能里面 F9这个功能里面 你会看到它这里有所谓的 Lens Lens就是 远近的焦距 那我为了要显示 那个焦距 我需要切一下画面 而且把这个改成相机视角 好 这样子 我才知道说 我的焦距到底有没有 调整有没有用 好 那我现在呢 按一下这个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东西被拉近了 可以看到吧 好 那我如果按这样呢 一直按着 它就会被拉远 一直按一直按 它就越拉越远 拉到连那个灯都进来 但是灯你拍不到的 可是灯进来之后呢 你拍到那个灯 那个灯很亮 所以你会看到很怪的东西 诶 这里没有耶 这个灯显然 显然不是一个 对着你照的灯 那如果是对着你照的灯 你就会发现它超亮 那灯其实还有很多种 我们先看完相机 再来看灯 你看我是不是 越拉越拉 刚刚一直拉这里 它变成十次之后 这个相机变得好扁 有没有 那如果我这样 它这个相机变长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吗 这里 这样相机会 就是当我把焦距拉长 它的相机也会变长 看到吗 对不对 这就是相机的长度 其实是代表它的那个焦距 OK 好 那所以当我拉长的时候 OK 你可以看到 这个越来越近 然后拉远的时候 这个越来越小 那应该不叫焦距 我不知道Lens应该叫什么 或许叫镜头或之类的 那这边有限制 然后就是远近平面之类的 然后 这个 这些你都可以调 Alpha透明度 但是我们很少用 所以这是主要相机最常使用来调整 你可以直接输入 比如说现在42对不对 那我直接输入30 它就回到30的状态 直接输入也是OK的 那这个呢 Use degrees as a unit as the unit 这是用角度 用广角或那个的 我很少用 我通常就直接用Lens 好 那这是相机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灯 好 灯呢本身呢也是可以调的 但是灯调的时候你要选这一个 选这个shading 那这个灯调的时候呢 灯也有远近 这代表说它的那个光的能量 在哪边远近应该是指半摔期 还是之类的那种东西 那你可以调它的灯的 的那个距离就会改变 比如说我改成60 你又没有觉得这里亮了一点 OK 那另外呢 灯还有能量 这个灯的能量 你调的越大 它就越亮 比如说我改成5好了 哇 变成一片白色 对不对 我这时候按F12 哇 太亮了 那所以5 5是很强的东西 因为等于是普通的5倍 那如果我改成呢 0.5 那它就会比平常更暗 你看F12 黑 黑的钥匙 对不对 那所以你会感觉不出来 那个灯有作用 因为它太小 而且我们刚刚距离 那这时候调回1 这样应该会好一点 就比较像我们平常看到的样子 那这是相机和灯 两个可以调的部分 那刚刚我们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怎么样子让这个相机对准那个物体 那我先按相机 按住Shift之后再按那一个物体 然后按Ctrl T 按Ctrl T之后呢 它会出现一个叫 Make Track 然后 抱歉 跑掉 叫Make Track 然后有一个Track to Constraint 那我把它按下去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 中间多出了一条线 这代表这个相机呢 永远追踪着这个物体 我在这个物体上面按G 你能看到它永远都照着这个 这个物体 你不管怎么移 都不会 都不会跳出这个相机的 的视线 OK 因为它已经设定好一个限制 Constraint就是限制 设定好这种限制关系之后 这个限制关系就永远存在 那但是怎么样把它消除呢 我印象中好像是LTT的样子 LTT可以去消除那个 那个锁定关系 所以呢 我就按LTT 然后ClearTrack OK 等一下 没有清楚 诶 没有清楚 诶 没有清楚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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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试试看 试试看 LTT OK ClearTrack ClearTrack KEEP TRANSFORM 可能要选这个吧 诶 也没有清楚 来 是不是我选的关系相反 来 再选一次 嗯 没有效 哇 没有效 好 那 现在会绑不会清 等一下我找到之后 我再跟各位讲好了 好请各位先试试看绑 好 打完怎么清我等一下 如果发现再跟各位讲 好 那请各位 OK 我觉得 保护人 那张 我 就 o